好的 主播各位观众 非洲国家又传出政变的消息 继先前西非的泥日政变后 位在中非的嘉鹏也爆发政变 其实嘉鹏上礼拜六 才刚刚举行总统大选 原本选举结果是由现任的总统彭哥连任 没想到开票才出炉 最近有大约12名的军事高层 现身国家电视台 声称大选缺乏公信力 宣布选举无效 他们因此要以嘉鹏人民的名义 结束当前的政权来捍卫和平 而根据路透社报道 军方宣布政变后 稍早嘉鹏的首都自由市 甚至传出枪响 并有目击着指出 听见重型武器开虎的声音 整体情势还不明朗 而嘉鹏总统彭哥家族 掌权超过50年 而他自己就是在2009年 从爸爸手中接掌权力 2018年还在沙烏地阿拉伯中风 缺席政坛长达一年 当时就有呼声要他下台 而这次嘉鹏大选 确实缺乏国际观察员 甚至终止部分外媒的转播 切断网路实施宵禁 不料才开完票就爆发政变 这也让嘉鹏成为非洲近两年来 第七个爆发政变的国家 以上消息提供给您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